好的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青春教育的一个VIP免费试听课 然后我是本节课的一个主讲老师 我叫自由 然后这节课的话 给大家讲一下关于Python爬取4K超清化制的一个手机壁纸 这个网站的话 这是之前一个学员发给我的 然后上面的话 一个壁纸的话费量很高 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所以说我觉得个人也比较喜欢 所以说今天大家顺便用这个案例的话 给大家教一下关于爬送的知识 对吧 我们常规的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一个是吧 一个分类 我肯定是选择我们的一个美女 不要问为什么对吧 作为一个男性而言 别问问就是我也不知道 是吧 就是反正就被他吸引了 那么环境的话还是老规矩 我们Python3.8 PyChart 然后模块Request Post模块 然后OS模块 那这两个模块是我们最近用的是最多的 猪爬虫用了最多的两个模块 一个是数据解析 一个是数据请求的 是不是老规矩 如果说想要对吧 学习交流的想要学习资料的都是可以加我们视频上方的一个学习交流群 找我们群管理去获取 有不同的地方的话也可以找进群去找管理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还是一样的来我们的一个分析吧 好吧 我们直接来分析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 分析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 分析数据来源 其实网站挺好分析的 我们拿到一个网站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一下 它的一个网站结构是怎么样 哎呦 这个有点暴露 算了 我们爬个爬个动漫算了 我感觉有点太暴露了 好吧爬个动漫爬个动漫 我怕等一下 等一下我这个视频上传到网站上去 等一下就过不了啊 啊我们爬一下动漫的 是不是我们一拿到这个网站呢 首先教大家一般的话 之前都是跟大家讲一些思路 现在的话我教大家怎么一步一步去分析 因为这个代码的话 我之前也没有啊专门去写过 所以说也是刚拿到这个网站 我教大家怎么去 就按照我的思路的话 是怎么去爬一个网站的一些数据 是怎么去实现的 当我看到是他有一个加载更多的时候 我就知道 哎这个网站的话肯定是一个懒加载啊 懒加载 我直接干嘛呢 f12打开我们的开发的工具 哎 你会发现这里f12的话按不出来 按不出来没有关系 我这里鼠标右键的话 它也按不出来 对不对 哦 这个网站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了 对吧 它这个网站是打不开开发的工具 没有关系 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怎么在外面啊 我在外面 我先打开开发的工具 然后呢 我再进去 然后我再 然后我再进去 进去这个网站 是吧 我在里面打不开 我从外面打开 我再进去 是不是一样的 那这里面的数据内容 是不是我直接点击啊 像这种加载更多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xhr 然后让它加载更多 哎这里的话就有一个二 第二页的话 哎是我们的一个post的请求 发现没有 我们当看到它这个数据包 首先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对吧 一个 这个中间这一段 应该就是我们动漫的意思 然后page2 第二页 然后post的请求 哎 post的请求 哦 非常奇怪啊 非常奇怪 它post的请求 居然没有提交一些表单数据 哎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啊 它给我们返回的是这些数据那种 它没有提交表单数据 那我们可以直接上请求吗 对吧 那我看一下第三页啊 第三页 我们再加载更多一下 看一下第三页 也是一个post的请求 也是这样子 没有提交一个data参数 啊 有点奇怪 有点奇怪 但是并不影响操作 那我们知道这些数据来源的话 我们直接试一下 好吧 我们直接试一下 哎 通过一个开发者的工具啊 通过开发者工具啊 啊 进行一个大发分析 刚刚也给大家演示了 哎 找到了一个什么 找到了一个数据来源 那么接下来直接通过一个代码实现吧 因为这几个步骤的话 之前给大家讲过挺多遍的话 今天就不给大家详细讲了 那我们直接写代码 好吧 import我们的request 为什么不给大家详细讲呢 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写过这个网站的代码 所以说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具体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今天直接就开始给大家 呃 讲解这个案例啊 看一下 就是因为很多同学可能想着 如果说当我接触一个新的网站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去爬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今天也给大家 呃 带领大家来从头到尾 爬一下这个网站 首先的话 我们URL地址 对吧 因为我刚刚 因为没有爬过 所以说我看到这个网址的话 也有点诧异 它是个迫着请求 并且他没有提交一个表单参数 对吧 这里我们直接啊 先给他一个heller 确定一下URL 然后确定一下heller 我直接给他复制过来 它的一个参数 可能我等一下还要加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 像我们一些数据包的话 它防盘意识比较强 就反爬意识比较强的话 我们可能heller是里面 还需要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呃 防盘链啊 迫着请求URL 对啊 等于R 然后heller是等于heller是 然后的话用一个response 给他接受一下 printerresponse 点我们的一个text 我先点text 看看他根本反过的数据内容有没有 哎 反过数据他还是有吗 看一眼看一眼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我想要的数据 好像大概可能应该是有的 但是我不知道的话 我可以干嘛呢 我们来搜索一下吧 我们来搜索一下 首先这些壁纸的话 肯定有他的一个名字的 哎 想都不用想 有他的一个名字 对吧 他名字的话 我直接 点击一下 我看这个是不是他的高清图啊 如果是高清图的话 可以直接选 发现这个不是他的高清图 不是他的高清图的话 那我要去找他的一个高清图 他的一个高清图在哪里啊 可能这几次这这一次的话给大家讲的可能没那么好 因为的话我没有给他专门去背过这个课程 对吧 所以说会有一点点问题 看一下他的一个数据从哪里来的 我可以点这个呀 啊这个月外的话就是他的一个大图啊 这个月啊 哎 这才是他的一个完整的图 完整图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区别在那里 他是有这个东西的 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直接 复制一下 在我们的参数里面有吗 是有的 在我们的参数里面是有的 但是的话 他这个URL并不完整 并不完整 他的一个编码格式不对 会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这样子的 那我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 我这个数据的话 我可以在这个里面找吗 他有没有专门的来源 专门的来源的话 是在我们这个URL里面 在我们这个URL里面 有他相应的一个数据地址 对不对 有他相应的数据地址的话 那我们在Heads里面 在Heads的话是一个名字 对吧 他的一个标题名字 加上他的斜杠 然后加上那个日期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 只需要他的一个详情页的 一个URL地址 那么第一步的话 还是获取 需要获取什么 获取他的一个详情页的 一个URL地址 那我们这里就好取了 那我先取他详情页的URL地址 在这个URL标签里面的一个 A标签里面的 HRF属性 对不对 如果说你像这种的话 我们可以干嘛呢 直接通过一个RE正则 如果说大家想通过RE的话 就非常好取了 直接通过RE正则表达 是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来我们直接取一下 直接取一下 那么这里的话 导入Import我们这个RE 这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正则表达什么块 正则表达什么块 那所以的话RE点一个Final 对 然后中间这一块是我们想要的吧 中间这一串数字 一闹串数字 都是我们想要的 就这个网址 然后给它扣起来 用一个什么呢 点新问 给它进行品配 从哪里品配呢 从我们的Response 点一个Tax里面品配 然后它会给我们传入 对吧 一个列表 给我们返回一个列表 一个HRF 那我们把这个HRF给它打印看一下 来运行 运行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我想要的 然后这一个的话 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后面的这些才是想要的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取什么 取它除了第一个以外 所有的数字 对吧 后面的所有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是这样子去 给它切个片 切个片的话 这里面就有我们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我们也可以看看 它这里面有多少个元素 看一下 大概的话 应该有多少个 30个 那应该一页的话 它也是对应的30条数据 应该大概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具体去分析 但是你从它这个数字量的话 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一个整数嘛 对吧 一个整数 一页的话 一般都是一个整数 那所以这些URL有的话 那我们直接编例一下吧 for我们index 因什么HRF HRF的话 那我们直接对于这个URL地址 发送一个请求 URL的话 就等于我们index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的话我们同样把我们这个Headers给它传进去 然后呢 这里用一个Race Bounce1给它接收一下 对 RaceBounce1接收之后的话 它同样也是会给我们返回一个什么呢 啊 获取它的一个文本数据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吧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哎呦 我把这个index也给它打印一下 对不对 我们刚刚看到了我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是吗 其实在这个URL里面是有的 在这个里面是有的 那我们想要它相关的数据的话 那我Title我肯定是要的 首先我这个Title我肯定是要的 那我们这里的话就不用这个Person模块了 我直接用I振折吧 原本以为我用Person模块可以给它解决 但是这里的话 用I振折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我要这个 这个B子名字 我直接用一个点新问给它代替 然后从哪里匹配呢 从我们的一个RaceBounce 1点一个Text里面匹配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Title 是吧 Title的话 我们还要它的一个B子图片 B子图片的话 我们刚刚分析之后的话 是来自于哪里 在哪个地方来着 是有个这个玩意 是吧 那我们是这个 那我同样的 看一下 我这里打开不了它的一个 打开不了检查呀 那个网站 那我从这边打开吧 把这个UID地址复制过来 我一点错了 那我先选择这个吧 大家选这个的话是来自于这里 这里面的话有一个 这个 这个月是大图吧 是的 那我们只需要这一个大图就行了 这一个的话 那我们可以SRC 直接取SRC的话 可能会匹到很多个 可能会匹到很多个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SRC 那我中间这一串的话 是用一个正的表达式 给它匹配 点 点心 问 对吧 它有多少个 它一共匹配了13个数字 看到没有 它一共匹配了13个数字 所以说我们前面这些的话 我也给它加上 前面这些东西我也给它加上 但是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参数给它代替 像这中间的话 是我们不要的 不要的话 我可以直接用一个 用个什么 用个点心问嘛 用个直接用个点心问 给它代替 这里同样也是一样的 因为每个壁纸的一个图片名字不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匹配的一个 对吧 一个的话 这样子我直接快速复制一下 到这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IMG URL 那我们这里的话 就把我们这个URL地址给它打印一下 然后的话来看一下效果 对吧 这一个的话是详情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这一个的话 对吧 是图片的一个地址 然后的话 这个是标题 然后我们这种的匹配出来的话 都是要 都是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返回的是一个例表吧 所以说我要通过一个索引取值啊 把它里面的一个元素给它取出来 所以的话 这里就获取到了一个URL地址 以及壁纸图片 那我们接下来这进行保存 保存的话 我们同样request的点get 对于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一个URL地址 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我们的一个HEADS 我也可以给它加上 然后或许它的一个什么 二进制数据 这里的话就是用一个image content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给它创建一下OS 文件操作模块 给它自动创建一下我们的一个文件内容 文件夹 MG 我们的一个文件名字 对吧 然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进行一个看待一幅not OS点我们的一个pass 点我们一个这 把我们这个fuelnet给它传进去 然后判断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进行一个创建 进行一个创建 非常简单 这个网址的话不难 然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进行一个保存 v4 open 对吧 这个不用加 不用加引号 加什么呢 加我们那个title 加上什么 点我们的一个后缀 gpg 所以保存方式 二进制的一个保存方式 然后sff点一个right 把我们的imagecontent给它写进去 然后呢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得到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那我们接下来直接爬取一页的 嗯 发生了一个报错啊 发生了一个报错啊 报错原因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的话应该能知道 这个的话啊 不是说什么呢 你没有对吧 no feel 他说没有这个文件夹和路径 我是判断了 if not os pass 对吧 exe 我是判断了 如果说没有这个文件夹路径的话 他给我创建这个东西 那我这里是加了这个东西的 那应该文件路径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里为什么错呢 其实有这个斜杠 其实是有这个斜杠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夹 我们打开 打开文件夹的话 你会发现他这里其实给我们创建了一个img的一个文件路径了 他已经给我创建了 但是的话他为什么告诉我还是没有呢 其实原因的话是来自于他的一个文件名啊 是来自于他的一个文件名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直接复制这个文件名 新建一个文本好不好 对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什么 不能包含以下任意字符 所以说我需要把这些特殊字符给它替换掉 对吧 我们定一个函数啊 DF我们的Change Change 对吧 我们的一个Title 把我们这个名字给它传进去 然后的话 用我们R1点一个Sup 给它替换掉 这里面比如说 这些斜杠啊 对吧 斜杠然后冒号 新号 问号 然后一名引号 两个监括号 然后一个竖线 这里的话我都给它 用一个转移字符 给它转移一下吧 是吧 给它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我们下滑线 从哪里替换 从我们这个Name里面替换 然后给它返回一个NewName 给它返回一个新名字 然后给它Return出去 NewName 把这里定义的函数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 这里定义了 那我们接下来 直接在这个地方 调用一下就好了 在这里 对吧 把这个title给它传进去 那我们这里 直接用一个title 给它接收一下吧 对吧 那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哦 点了第八个了 好吧 那我们接继续 是不是 这样子就可以了吧 你看看它那些斜杠的话 就变成了我们下滑线 变成我们下滑线 我们看一下效果 嗯 对啊 在这里 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爬到了 哎 这个鼻子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我们今天爬是动漫 如果说你要爬小姐姐的话 对吧 你要爬小姐姐的话 我觉得你要改什么呢 改这一个 改这个参数 就像这个是动漫的一个意思啊 进入了一个编码的转码 要进行了一个编码啊 是不是就爬到了 这是第一页的数据内容 如果说你要爬多页呢 是不是爬多页的话 我们只需要改这个参数 就像啊 改这个配局后面的 for我们的一个什么 for page 因我们的一个认据 认据的话 从我们的第一页到他的一个第十一 我爬前世 好 一般我都不给大家爬太多了 爬太多的话 没意思 对吧 因为我们毕竟的话 只是作为一个学习嘛 学习一个技术而已 不是说要爬人家很多的东西 对吧 来 直接运行 看一下效果 那这海之王的 是不是 然后我们的冬 明月 明日方舟 狐狸 全面平 对我们的一个 从零开始一届生活 当然我这是爬的动漫的 有兴趣的同学的话 你们可以去爬一下美女的 这美女的话 我觉得 有点薛薇薛薇 有一点点太 太太性感了 我不太好意思 爬啊 你们可以自己去爬一下 我不太好意思 毕竟 毕竟的话 我们自由老师 对吧 我自由是一个正经人 是个正经人 好吧 那我这里就 演示到这里啊 演示到这里 我就给它停了 好吧 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因为代码非常简单 就这几行代码 非常简单 好吧 那有其他问题的话 就在我们视频上方的一个 学习教练群里面 找我们管理 去询问一些相关的东西啊 好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各位同学就拜拜了啊 拜拜